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 5月8日以5票支持 4票反对 裁定阿拉巴马州绘制的联邦国会选区划分地图 违反了歧视非裔选民 堪称投票权法第二条的一次意外胜利 美国国会于1965年民权运动期间通过投票权法 以防少数族裔在选举中遭种族歧视 此次阿拉巴马州的案件涉及的选区划分图 是由共和党占多数的阿拉巴马州议会 于2021年重新绘制 借此分配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席位 依据这张选区划分图 阿拉巴马州7个美国众议院选区中 非裔选民只有在其中一个选区占多数 但实际上整个州的非裔选民 在登记选民中的占比高达约四分之一 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主席 兼总法律顾问托马斯·萨恩斯 首先讲解了本次裁决的重要性 他指出 艾伦素·米迪根案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在投票权方面 尤其是在全美有很多的少数族裔 来成功的挑战对于重划选区权利方面的违反 这些事件在过去经常出现 Section 2 is actually the main enforcement sec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and it permits bo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parties to challenge Because of their effects on minority political power and voting rights any elections related decision Section 2 has been used historically over decades to challenge redistricting, but also to challenge at-large election systems and to challenge some of the barriers to ballot access, like voter ID provisions or restrictions on the ability to vote remotely or restrictions on the ability to register to vote. So Section 2 is a chief operative provision to enforce voting rights in this country. 艾伦·斯·米利根案的首席原告和阿拉巴马州前进组织的执行董事艾伦·米利根分享了对此案获得胜利的感受,他说,这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我的父亲,我想这个案件也传承了我父亲的遗志。 他表示,这对州政府,包括阿拉巴马州和其他州传达了一条信息,就是他们的行为是有一个度量横来审视的。 尽管现有的系统和体制,包括由于法院的本质对我们形成了限制,但这对于担忧美国民主和法治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慰藉。 这会激励人们相信民主与自由。美国原住民权力基金的专职律师杰奎林·德莱昂介绍了这个案例的胜诉,对于原住民来说有何影响。 他表示,此案件至少让原住民持续关注此现象,以及他们选票遭到分散这一现实。 在整个过程中,对于原住民社群的种族歧视问题也需要关注。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保护与教育基金组织选区重划项目经理斯图尔特·奈飞指出,这个案件是挑战了阿拉巴马州在2021年的选区重划。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提起了诉讼,挑战国会地区说他违反了投票权法第二条。 在第二条中,可以了解到,不能在选区重划过程中违反或者稀释有色人种的投票权,这会导致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受损。 在阿拉巴马州这个案例中,很明显有色人种的投票权被稀释了,该州却辩护说他们其实是基于种族中立或者是无关种族的做法来划分选区的。 而最高法院拒绝了这种假设,很多人对于最后的结果有些意外,但其实这是最高法院所强调的内容。 法院是遵循法律的,我们要重新审视法律,加强投票权。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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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